养育一个身强的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几天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 他家孩子最近很不在状态 之前家长布置的学习任务突然间就不愿意去完成了 家长总是推着孩子去学习 密反心理挺强的 同时孩子也不太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用家长的话来说就是顾我无人 我问朋友 你家孩子平时是不是特别有主见 很多时候主意挺正的 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一定会去做 不接受的事情呢也坚决不会去碰 朋友说对呀对呀他就是这样 我说大概其言咱家孩子应该是属于身强的孩子 后来我拿到孩子的命盘一看 果然就是一个格局非常好 身强任官的格局 格局也挺清纯的 但问题是呢现在孩子在走应运 没有太多的方向感和目标感 身强任官本身就是属于 通过在挫折和背景面前 越挫越勇从而提升自己的一个格局 而孩子现在走在应运上 所面对的各种挫折和挑战 都被外部环境包括家长长辈 这样的关爱所化解掉了 那么孩子就会表现得找不到方向 而这个时候如果家长强加给他各种方向的话 他又自己不是很接受和认可这样的方向 那么他就会表现得特别的反抗 这就是身强孩子的一个特点 身强孩子最喜欢的口头禅就是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你们都得按照我的规则去做 如果他们没有了目标感方向感就会变得百无聊赖 所以养育一个身强的孩子真的是对家长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类孩子总是能量满满的 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 认准了一件事情就再也不去听别人的意见和忠告 宁愿一条道走到黑 也不会放弃最初的目标 所以他们最讨厌的就是家长的碎碎念 第二讨厌的是家长给自己并计划 身强的孩子做事情效率通常都比较高 但是如果别人告诉他你要做什么 你应该怎么做 他们就会觉得很反抗很逆反 所以在培养身强的孩子的时候 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去用目标引领式或者任务引领式的方法 帮助孩子能够前进 这类孩子他们很在乎荣誉感 而且都有一个象征第一的心 所以用现实的评价机制去刺激他们 告诉他们你们怎么样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他就会特别有动力 比如说体育比赛或者是艺术比赛等等 那么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他们就会自己主动的去做各种计划 安排 然后不断的去重复的练习 提高自己的能力 养育身强的孩子真的就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特别是家长也身强 孩子也身强 那么就如同去合作完成一个任务 但是合作的双方彼此都有两个不一样的方向 并且谁都不愿意妥协和退让 劲是往两个方向使的 没有拧成一股劲 那么最后达成结果的过程也都是效率很低的 所以跟这类的孩子在一起相处 家长一定要做朋友 然后告诉他自己的经验是什么 但不是必须命令和指导他应该怎么去做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 家长要去能够发现 孩子自己内心动力的小马达的开关在哪里 因为一旦找到这样的开关 比如说他能够确立好自己人生发展方向 能够定义好人生的定位之后 他就能够自己去主动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不再需要家长的督促了 所以我们要能够找到孩子那个小马达的开关 但是呢每个孩子他自己自身的情况和状态又不一样 至于这个开关在哪里 就只能用家长耐心细心的观察发现 以及提供孩子更多的选择 来去发现孩子的小马达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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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